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敦促日本重新考虑将福岛核电站的污水排放到海中的决定 并警告说此举可能造成毁灭性的长期后果 据悉 日本决定将超过100万吨经处理但仍受到核污染的水倾倒到太平洋的决定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独立的人权专家表示 这一决定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持久的威胁 联合国有读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克思·奥雷拉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的最大的担忧 奥雷拉纳是三名独立的联合国人权专家之一 他们呼吁日本改变主意以减轻环境保护团体和邻国带来的压力 中国一直指责日本的这一决定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称 日本的决定是鲁莽的 且日本没有充分披露有关清道核废料的详细信息 但是美国表示支持日本的举动 并称日本已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并对其决定保持透明 奥雷拉纳强调如何处理受核污染的水是一个国际共同问题 如果日本继续其决定将在两年内开始排放废水 这一排放过程可能需要40年才能完成